美国军官出主意 如何协助台湾以武巨统 可以用平流层的气球部署水雷 把台湾给封锁起来 在可论发生的台海战争中 美国军队要不要介入 以什么形式介入 这一直是美军内部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 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争论 是因为美军 现在已经很清楚 美军的航母战斗群 或者是轰炸机战斗机 很难在不付出重大伤亡的情况下 能够在台湾附近海域发挥作用 但如果采取某种介入方式 不会造成美军人员的大量伤亡 那美军介入的可能性 会不会更大一些呢 最近有美国海军的军官 在海军研究所网站上发表论文 提出可以用不射水雷的方式 来阻止解放军向台湾发起两栖攻击 布雷的方式有两种 一种是用洛马和波音联合为美国海军打造的超大型水下无人强行器 逆集金 从每个本土出发 秘密前往台湾海峡 在台北高雄外海以及澎湖海域 宫古海峡和巴士海峡布设水雷 不但可以阻止解放军 直接攻击台湾西海岸的几个主要港口 也可以防止解放军前往台湾以东扬面 执行作战任务 另一种方式呢 就是这位美国海军军官力推的新手段 研制平流层的飞艇 从美国飞往台湾周边海域 在刚才说的这些位置布雷 这个思路让人很诧异 美国不是担心大陆封锁台湾吗 造成台独政权的崩溃吗 怎么美国军官也主动提出来要封锁台湾呢 我们不妨来看看这位美国海军的少壮派 是如何考虑技术问题的 他的理论来源是2022年底 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一份论文 叫做针对中国的进攻性布雷活动 在这篇论文里面 研究了用轰炸机向台湾海域布雷的可能性 按照这篇论文 美国的轰炸机一次可以布射840枚到3880枚水雷 他认为中国海军现在有20艘的扫雷艇 每天只能扫除0.8枚到2枚水雷 按照这个速度 可以把蒋向金的登陆时间推迟三个星期 甚至几个月 但是因为考虑到蒋向金具备强大的海空斗争手段 所谓的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比较强 无论是美军的暗机轰炸机还是舰载机 像台湾周边地区布射水雷都是不现实的 美国海军航空兵的2030到2035愿进当中 也没有考虑过这样的战术 至于动用核潜艇布雷 同样是一种自寻死路的行为 那么无人潜艇又怎么样 按照作者的说法 逆基金已经比计划晚了三年 预算超出了5亿美元 最早可列装型号 要等到2025年才能够交付 短期内是指望不上了 而且逆基金的有效载荷只有8吨 出行一次只能布设几十枚水雷 然后又挑头返回美国重新装雷 这么一来一回 根本满足不了封锁台湾的需要 美军虽然还在考虑远程滑翔水雷的技术 但是用来部署他们的波塞东海上新罗机 要对付海军的76艘潜艇 怕是也忙不过来 于是这部海军军官邻机一动 受到2023年初流浪气球事件的启发 认为美国可以开发一种高空气球 用来布雷 他说中国的一个流浪气球 就把美国搅得是一片混乱 花了150万美元的军费 才把它打了下来 如果美国搞一些高空气球 携带水雷从高空向中国飘过去 抵达台湾附近之后 把水雷扔下去 中国将很难对付 高空气球飞行在红旗9防空导弹武器的射程之外 因为红旗射高上限只有30公里 只要把气球的飞行高度控制36公里以上 解放军就打不着 投放的水雷也不是直接掉进海里 它可以滑翔飞行180公里左右 把速度和入水方向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 那美国有这种气球吗 还真有 谷歌公司曾经开发过一种高空通信气球 可以在空中飞行300天以上 有一些甚至能够完成环球飞行 飞行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300多公里 一个气球可能只需要25万美元 可以携带2.7吨的水雷 美国海军买五索逆级金潜艇的费用 就可以买2000个布雷气球 足够把台湾岛封锁住 美国海军会不会接受这种劳动大开的想法 还不得而知 美军要是真的用这种办法向台湾布雷 我们也有足够的手段来应付 真正的问题在于美军的内部 是怎么看待台湾问题的 美军一点都不在乎封锁 对于台湾人民 对台湾经济会带来巨大的损失 他们考虑的仅仅是不能让解放军登上台湾岛 为了这样的目的 即使让台湾断粮断电 经济陷入崩溃也在所不惜 好 这些话题就评论到这里 导致跟台湾和布雷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